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收市之後EJMarkets的時間 除了有我女年之外 今天又見到我們信報投資研究報告 高級分析員羅崇博 Hello Dolb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這件事的Doby出現 當然是一個小小異動 今天很忙 不好意思 你找了你 忙 剛剛收市還要夜期 還有沒事 還記得上星期和你四 和你聊的時候 嘩 什麼事 突然堆三百下來 五至四五就很平靜 但是今天其實 開市初段 大家都誠惠誠恐 因為今天大市 輕微開市十四點之後 其實是跌過一點 即是開市那一刻 你會覺得 你不敢入 但是誰不知 大概是十點多鐘開始 升市就越升越多 終於下午兩點左右 最多升成三百零九 終於收市 恆生指數收二三百八三零 升二百六十一點 升幅百五十一點 升幅百五十一點 成交略略增加到八百六十四 六千萬 升市的時候 成交多 會好些 國企指數 高開六十四點之後 其實都很快 到二十五點 跟著也是逐步向好 下午最多升二百三十六 收市一零二五九 升一百九十 升百五十一點九 今天就剛剛營轉了 今天上升股份佔多數 恆子成分股 八成八股份都是上升 一成以下 所以推到市場 這麼理想 整整條市 也都五成九股份上升 國資成分股 更加九成二股份都是上升 很明顯看到 那些投資 是捉住指數成分股 做膽的分推上去 好 還有什麼 實際上有港股全人收市 第一位二百零零淫富 基金升兩毫本 騰訊升三元 友邦保益 哎呀 走到高層 今天的國伴 建行升兩毫 匯匯升三毫半 中行升毫二 工行升毫半 恆大升六毫二 恆市HVETF升過七 以及利車升五毫二 好了 不如問問Doby 是 上星期四跟你談的時候 你說技術走勢 是轉移了少許 但是總之 不跌穿五十 大家都還觀望著 是啊 上星期四 我都說 勢不是很頑皮 最重要是擔心油 上星期四 紐約旗油是五十元美金 我們都說要小心一點 真的 又跌了兩天 四十八個多 消期五萬 所以三桶油 有些都是走勢 但是油 跌不要緊 美金跌 反而利好港股 利好港匯 和人仔的貶值壓力 舒緩了少許 所以你看到今天 其實我未開市前 八點多 這張篇稿 今天我都很想買建行 其實之前都買了些 有沒有可能 六個四毫七建行 一個月前 有一天升五個巴仙 一路下落到 上星期五去到六塊零一 這些位都差不多 差不多去起步位 升起步位 今天你看到全部升 都是來銀 跌得多的建行 最厲害 一度升三個巴仙 四個巴仙 差不多 你覺得短期來講 短期來講 不知道 但美金短期有機會 現在的氣氛 就似乎利好得外幣 就是歐元 現在說 歐洲央行 可能在結束QE之前 可能會加息 這麼厲害加息 你見到 美金和歐元 上星期五不是 歐元很強 現在的題材 就變成美金弱 現在說G20 大概在3月17日 18日那些時間 在德國開G20的財長會議 可能那些風聲 都不想美金太強 所以現在 正在炒這件事 你見到今天 內銀是強的 其實今天都 幾全面 很多板塊 我們說之前升的 那些比較強勢的板塊 上星期不是說 汽車、內房 都可以買些 今天都是繼續強 這些股份 我們看看不同類別的股份 表現 今天說 先說一下 上星期五 收市之後公佈業績 智商銀行 去年盈利 101億5,300萬人民幣 我年升4.45 也升毫質 波浪泰灣 是比率輕微 升0.1% 不過 今天成習的 浪人股 非常理想 表現 剛才十大廣長 不多說了 至於華雲智地 今天公佈了2月 合同銷售金額 83.5千萬人民幣 我年跌 4% 但你別管 其實它相對 同行家 是差一點的 所以今天 成縄內房股 繼續向好 二、三線內房特別厲害 華雲智地本身都升 升3.4% 也算是少了 升得多的就是 負力地產 升8.9% 海外弘洋 升8.5% 雅客居度 升4.4% 碧桂園 升5% 不單是內房 還有水泥 華雲水泥 也公佈了去年的盈利 按年升3.11 有13.265萬 其實是7.5萬 不過它預報了 首季的盈利 將會按年顯著上升 果然水泥股的上升 是有理解的 經過了這麼差的 這麼差之後 似乎是由最底位開始上升 未必很好 但至少不是很差 但今天水泥股 也都是繼續一飛沖天 華雲水泥發營起 勁升9.2% 亞洲水泥升8.7% 金魚股群升8.7% 西部水泥升3.9% 中國建材 再升2.9% 好 還有哪幾年股群升得較為突出 好像電訊設備股 其中二隻中興通訊 一馬當先 勁升8.4% 瑞星科技 升3.4% 神訊 升3.1% 豪牌升3.3% 看到一版零細出色 就是D科網股 好像IGG 勁升9.8% 13.5% 好 夏日文降載了這麼多版 現在市價值10.5% 其實也會賺到 承 vocal承 meant 今天市價帳資 假會有足達到100億 即3月來最高 特別能看到 深廣通帳科技 本身有境下勢 其實之前的額度用得少 今天用得比較多 可能今年以來比較高的水平 你見到今天IGG 其實就是深廣東那條水買的 IGG有幾隻的 763也是的 中興通訊也是的 變成短期會不會深圳那條水 會有錢下來炒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深廣東的範圍裏面的股份 比較大隻少少那些 可能會受惠 我覺得 簡單來說 大事方面 究竟是否輪流升十字業 就很難說 但是似乎都可以輪流 繼續玩的 沒錯 其實今天內地股市 都難得配合 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主要指數都是向好的 上升指數 今天幾乎一升到底 是早段的時候 低開四點之後跌過二十 然後才下午逐步做好 以全日最高位 三二三七收市 升二十四 升幅0.8 成交增加到 二千零六十九億多 人民幣 深淨成分股指數 也都先跌過四十八點之後 以全日最高位 一零零六零收市 升一百零九 升幅1 而創業板指數 也都先跌過四點 接著 差一點就是全日最高位 收市 一千九百七十一 升二十一點 升八至1.1 今天美國沒有主要的經濟數據 上星期五的 數據顯示 都很一致肯定 三月 今次都加肯定 市場反而覺得 這是一個數 除了分股量因素 好了 再看看明天 究竟大使 不多動作 是否繼續擺快淪動 好 今天這段時間差不止 謝謝都別人 不會 不會